嘿 我是廖哥 姐整理的是人生 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 让我来帮你全部out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妈妈上妈妈号的时间 廖哥你终于又找我来上节目了 我真的好久没有上你的节目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刚刚去按摩 因为我真的好累 我腰好酸哦 然后我全身都 手也好酸哦 全部都好酸哦 你要不要先开场呢 好 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 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新云 廖哥 你刚刚去哪 按摩 我觉得你真的是 我上辈子欠你什么啊 你来台北我们要service你 然后我妈妈要切所有的给你吃 我二姐要载你来上班 然后我妈还要续寒问暖 还要照顾你的情绪 你现在连我大姐你都不放过 你说说 对啊 你大姐帮我按摩真的好舒服 而且我真心觉得你大姐的按摩 是我目前遇过最厉害的 我说的最厉害是行云流水 然后我今天去给他按摩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你的按摩跟我们收纳整理很接近 因为我们收纳整理 我们不会遇到每一个客人都给他用同一套东西去 而是看他需要什么 然后帮他加强 帮他客制化适合的 然后你姐就是这样 我们真好爱他哦 我们这几天呢 因为你的行程比较紧凑 你硬要我排一个行程出来 让你去处理一下 对 不然我现在太累 我们是全家欠你是不是 哎呦 就是很需要啦 我要纠缠你们一家人 其实我今天也邀请 我觉得他也很需要去被按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加入我们就来了一个很硬的场 我们也很久那时候没有这么硬的场了 对不对 我来欢迎加入 大家好 我是佳乐 佳乐你说说你怎么会加入我们的好吗 你可以从多久以前寄信给廖哥到后来又多久以后又寄信给廖哥吗 第一次寄信给廖哥的时候是大概一年半 哦 真的吗 但是那时候不是社群网站 是先到云样生活的那个客户 哦 你继续云样生活 然后就被丢到垃圾桶里面了是吗 我就先问说 请问你们近期会争整理师吗 对 然后结果我就收到回复是 没有 哦 没有 我们最近没有缺人已经增过了哦 等于海选已经过了是不是 好像是吧 那时候我没有去follow这些资讯 然后后面我就摸摸鼻子就 哦 好吧 试隔了一年半之后 我就想说 我还是想要问问廖哥看有没有缺人 我就私讯了FV的粉丝专页 然后就私讯了廖哥 打一年串啪啪啪啪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打太多 不会我跟你说 一般来说如果你只是问我像原本这样 就是虽然那不是我看的 因为你是去云样生活嘛 等于是公司的 但如果说你第二封信也是打说 请问你们有缺人吗 就算我看到我会说 没有 可是你那个文情并茂就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封信 我认真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有被打动呢 真的吗 太感动了 对 但重点不是这个 文情并茂完全不是重点 是我就点开你的大头照 然后发现 点开然后发现是帅的 然后盲鼠跟妈妈上桌 这个你会喜欢 然后后来我很快就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马上呢 请佳乐来吃饭聊天一下 然后我发现 这个女生这么娇小 那还好我们前面呢 有语含这个整理师 他也非常娇小 所以呢 体重跟身高已经不是重点了 可以讲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吗 15050 哇 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是癌子贵也没有关系 也是可以来整理的 佳乐其实他还有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说他很与众不同 有一次去整理一个 客人的家里 他其实想要清空 但有一些家具想要保留 当我们的整理师 要去挪动那个桌子的时候 其实佳乐他这时候站出来 讲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我真的很感谢他 不然我们那天可能要赔钱了 就是那一场 客户是想要我们搬一个古董桌 古董 怎么样的古董 就是他说 不是木头的 他是有一点 我不知道到底年份到底多久 但是看得出来他是一个 就是有历史的 他就希望我们从这个房间搬到外面 就觉得古董桌他又说要很小心 我就觉得不太妥 我就先去看他的桌子的结构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晃了 对 后面我就觉得会产生的一些风险 然后那天主诊是宇涵 我就跟宇涵说 就是你可能要先评估一下 如果他晃了 那如果有损坏什么的 这个好像风险不是我们可以承担的 我说你可以先拒绝委托人 看他会不会OK 如果他认为损伤不是在我们的责任 不需要我们负责 OK他坚持我们帮我们可以办 但是如果有这些风险存在 他是在乎的 那我们宁可不要动 就请他请外面的专业人士来协助他搬 棒耶超细心 我觉得他刚加入我们 然后他其实就会很愿意给我们建议跟建言 这是很多可能新手加到一个环境里面 他有意见他可能不会想要讲 那我就觉得他这个意见真的很可贵 因为我可能也是会带带的就把他搬了 然后就坏掉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 把他的想法跟意见分享出来的人 我们很需要这样子个性的朋友 对啊 那我又要再插个话题 欸佳乐那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姚明家 那个衣橱那么高 我们上次去那个模型他们家 那个衣橱那么高 你怎么处理 借梯子啊 或拿椅子啊 没有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方法呢 可以处理的 所以你是个矮子鬼也欢迎 其实矮子是不是 你自己也是矮子好吗 没有我每次看到宇安跟佳乐觉得 哇好开心哦 我们就是个矮子鬼耶 真的 然后后来我就是了解到 佳乐他对于这个真理的产业是有理想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把它只是当作一个工作 他比较不会有一个理想 不过我可以请廖哥聊聊你的理想是什么吗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整理师 然后也希望学会整理的人 可以再去影响或是帮助更多人 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更美好 那也许每一个人可能学会断舍离之后 知道自己的物欲不用那么高 我们的产业链也不用生产出这么多东西 然后让大家产生很多欲望 然后更多的垃圾 反而是知足啊 惜福这个我觉得是更好的 我也是因为奔着你的这个理想而跟你认识的嘛 那佳乐你可以聊一聊为什么你觉得在这边可能会找到你的理想呢 其实有很多个团队 但是为什么你最终会纠缠我们 他他没有最终 诶我跟你讲 他还没有最终是在我们这边哦 因为他也有可能觉得我们这里不好 然后可能 对他早就想要不想在这了 对有没有可能 他可能来这边也还没 还没 半年吧 快半年 那可能可能一年后他觉得是 这什么烂地方啊 也想走啊 你说说 压力好大 没有啦 因为我其实虽然不是一开始廖哥出来就一直follow他的人 但是因为后面看了廖哥很多podcast啊 片还有说书 那也被廖哥的这些理想跟他的对于整理的理念去协助人 这也是我当初进整理师的 这段是妈妈桑叫你念的吗 诶没没没 不是我自己讲的 对就是我当初踏进整理领域也是因为想要帮助人 然后想要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职业 所以后面我才决定踏入整理师这个领域 然后踏入了这个领域也发现 自己的性格好像也慢慢变得比较会去理解人家 或去理解各种不同阶层的人 你不是理解而已吧 你是超贴心 我们昨天访问女孩 她说天哪 她已经是很贴心了 然后你是更top的哦 top的哦 我觉得加了她是思考非常全面的一个人 那不管对于公司内部的人 或是对于同事啊 或是对于她也偶尔会接触到一些小帮手 我都觉得她会给予非常多的实质上的建议 不会是空空的 她讲话非常的实在 对超棒 那我是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边慢慢的看到是你理想中那个样子吧 你好好讲 理想中的样子啊 应该说你后来应征了之后嘛 然后妈妈想让你进来我们公司 可能之前你有比较觉得难过 或者是觉得可能不太适合的地方 但是来到我们这个公司之后 你觉得你整理这个产业的感觉是什么 觉得进到这个平台出案的感觉是 我觉得比较偏向更贴切的去 整理出符合客户他本身的习惯跟需求的样子 而不是说为了因为我要好看我要美 而是照着自己的理想去整理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而是真的是完全去贴近客户的生活去整理 对啊说实话 我自己在想啊 就是说坊间有非常多整理师 然后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模式 但是以我们的话就是以断舍离为主 希望客人可以断舍离 然后达到平衡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家最终还是客户在住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的是他希望的 我们再去配合他这是更好的 对啊讲讲这个 我是觉得某一些整理师为了想要加入我们所做的牺牲 我在此真的非常的感动 因为通常这种自己送上门来的啊 不用白不用 我就会给他派那个很难的场 宇潘其实已经分享了 他第一个案子就是那个 移屋整理的案子 移屋整理 然后冰箱都是区嘛 我们好像没有讲到这一块 冷气都坏掉 对对对 嘉乐请你分享一下你第一场是怎么样子的场呢 而且我要跟他说没有钱 然后他说没有关系 第一场案子 也是囤积案 那时候是第一场是跟廖哥第一次出班 然后也跟这个团队的团员出班 那时候我进去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协助什么 然后我只看他们一直往前冲 就看到廖哥进到一个房间 就很快速的 把所有东西都丢出来 我当下有吓到 对 我就想说 天啊 这么满 都叠到天花板 为什么廖哥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半个小时之内把那一件全部清空 然后我就一直一直 一直拉热射出来 我就一直丢一直丢 就是我爬上去那一座山 然后爬到最上面 然后把那东西一直丢出来 对我没有想到整理囤积案 可以这么快的速度 我当下是真的 很惊讶每个人的手术 嗯 然后跟逻辑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能做好像只能赶快把 清出来的东西先集中到一堆 哪些要去垃圾场 哪些要什么都先分好 对 然后我就一直扛一直扛一直扛 而且都是五金工具超重 超重 里面都铁链啊 比我练中讯还要重 对 超精人 然后撞到后面的时候 第二天我就 记得妈妈桑在群组说 哎 你们有拿到那个保健的补品 然后吃下去有没有比较好 大家的铁手铁腿有没有比较好 我就记得我 回来的讯息 我说那有制铁腰的吗 腰就没办法了 sorry 对 然后那一天腰真的超酸 第二天妈妈桑就说 你还会出现吧 我就想说 嗯 我已经把你们封锁了 再见 对 对我还是出现了 嗯 很厉害 其实我就还蛮感动的 但是嘉乐我先 请你跟广大的听众说 我有没有给薪水 有啦 妈妈桑也有给啦 十块 对 没有就是 什么对十块 没有我们就是 该给实习的薪水 都一定会有给啦 然后一定是超越最低薪施 但是我其实蛮感动 我们这一群 有几个真理师是 怎么样都想进来 怎么样都想要 奴性啦 奴性好不好 哈哈哈哈 抓住这个机会 看能不能跟我们出班 所以其实我可能会丢给他们的任务是 很艰困的 很难的 对 那我 但是我也很担心他第二天不来啦 对 因为这一场真的有够难的 真的有够难 而且又蛮热的 然后又很重 重点是 他们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分类 所以我们是去外面 对 就是楼梯口啦 然后邻居家门口啊 把他们邻居的门都堵住 对 所有楼梯都堵住了 对 都满的 对 幸好邻居都不在家 对 那我也很开心后来就是 家的顺利的生存了下来 生存 生存 不过应该是说 基本上新人都会有那种 一个气就对 新人的气 所以新人的气都蛮衰的 都会是像 比方说Sally也是 第一次跟我出班 他就丢了一百包垃圾 脱了一百包垃圾 那你也不妨多让 你是一百包铁链吗 铁链 那就是重死 可是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也在观察 我们看到你们的认真 然后甚至是 不会害怕辛苦 就是最乐见的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的案子 都有一点难度 尤其是囤积也蛮多的 那我想要问问家乐 那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都问说 请问你早餐吃什么 他就说 我只有喝几杯咖啡这样 那我说 那请问家乐你现在的早餐 有出班的话 就三明治或者是鲑鱼饭团 再加一瓶果汁 他现在吃比较多了 对 没关系 我们郁京吃两个便当 才去上班 知道了 对 Sanny要吃三份早餐 对 他们都很厉害 就是 他们早上要出班之前 吃的量是连午餐也一起吃的感觉 结果你以为他午餐一起吃 没有 他们等一下午餐也是吃两个便当 对 我有吓到 对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我们在做案子啊 最近可能都会出现 同一个类型的案子 对 我有发现哦 比方说 如果是购物狂 下一个就会是购物狂 如果是囤鸡 下一个也会是囤鸡 再来又是囤鸡 但是突然轻松的 然后就会轻松的轻松的 然后囤鸡 然后又囤鸡囤鸡 就是会好像有连锁效应的感觉 最近迦勒坐的机场 比较像是那个猪队游场 迦勒可以分享几个猪队游场 我们帮这些预约的女性屋主们 跟猪队游喊话一下好吗 因为最近出的案子就是可能 预约都是女主人 但是男主人总是会 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 不会帮忙 还会指使女主人 女主人想要对物品做决定 男主人就会反对 然后导致说可能 女主人遇到我们 他自己也很为难 好看男主人的脸色 我们去好像也 协助不到很全面这样 因为通常这种状况 就会是反过来 男生的东西会多于女生的东西 那女生的东西会非常的少 我们其实也探讨过好几次 这种妈妈没有自己的位置 那最近她刚好这一连串 有好几个一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觉得 很憋屈 对啊 明明付钱的是你 然后请来的也是你 就是好像最在乎的人 却没有办法去达到他想要的结果 却要委屈求全看别人的脸色 甚至是 只是想要让家里变干净 却还要顾及对方的情绪 这是非常辛苦的 对啊 或者男主人又会觉得 就把责任会推给女主人说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啊 为什么你在家没有办法好好维持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啊 然后你看了就是会觉得 为什么要让自己住在一个家庭里面 委屈成这样 对 所以你就跟女主人说 跟我走 我很想 然后说 诶快离婚好不好 干嘛浪费自己人生在这种人身上啊 我之前 曾经遇过一个 我去之前 那女生就是 先掌后奏 她不想要跟她老公说 她要请整理师 可是我不知道 我去按门铃的时候 那一天 好死不死 老公在家 然后老公就开门 就说 你是谁 就说 啊 我是整理师 这样子 然后我们今天要 讲一下 她老公超不爽 然后就转过去骂她 就说 你一个女人在家 连整理这件事都还要请人家来帮你 丢不丢脸啊 就在那里叼她 这样 接下来下一秒 她就棒 然后把门关上 吃了闭门羹 然后呢 我就想了一下 我又再去按门铃 就是很笨 我又去按门铃 然后那个男生就打开 说什么事 这样 然后我就说 先生如果你觉得 整理这件事很简单的话 麻烦你跟她一起做 然后我就棒 把门关上 然后就走了 就学她 然后她傻眼 可是那一场 我没有收到钱嘛 然后也没有去做 可是我真的替那个女主人 觉得很委屈 就是你为什么把你自己 逼成这样 这么辛苦 那我也要分享一下 有时候我们遇到就是 比如说长辈啊 或先生真的很反对 但是就是屋主女生 或是女儿小孩 提供出来的照片 我真的认为 非常需要帮助 那时候我们就说 那有没有机会 我们乔装你的朋友 对 去你家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我们最近不是 演了很多种 对我们最近 对 演她同学啦 演她学姐啦 然后演她 反正就是各式各样都有 对 至少我们可以协助她 先把物品减量 就是 可是我们还要说 不要一次做太整齐 对 不然会看得出来 那是专业做的 那 我也想到 我很久以前 我自己出班的时候 就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我要演 那一个人的同学 穿的就是很 很年轻大学生这样 然后还要先跟她串通好 因为有时候 如果她问了什么 那么还没 真的没办法回答 比方说她妈妈就说 不是啊 你说你们同学 我没看过这个同学啊 在大学同学我都看过啊 我说 没有啦 我们社团啊 我们那些 欸什么社 哦 宇宙社啦 对 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 欸 蛮辛苦 又 可是又很想帮她 那时候 我们会去讨论一些方法 然后就说 那至少 先帮你做 一两天 然后中间再 再间隔一下 再去做 就是她 会是一个 循序渐进 对 不要一次到位 感觉上 你有努力在 慢慢的整理的 那种感觉 对 有时候想说 各位亲爱的伴侣们 那当然如果你的 另外一伴 是想要让家庭更好 请你给她一个掌声 或是你帮她出这个费用 对 她一定会更爱你的啊 对 啊 说到这个 家乐我想问你 就是说 你做过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哪一些 我记得 在我刚刚进整理 之前没多久 然后去服务一场 就是 她女儿来帮她妈妈委托 我们整理 然后那一场 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 她是想要我们帮她 整理妈妈的房间 但是妈妈 其实防备心很重 一开始就好像 觉得 我们去干嘛 好像我们要丢她东西 然后又不喜欢 自己的东西被碰 对 我就想说 那就我先跟妈妈说 你哪些东西 物品是不希望我们碰的 我们那一个先不要动 那我们先整理 房间床啊 衣柜外面的 然后我就教女儿 怎么协助妈妈 一起做筛选 教了之后 我就想说 先观察她们 母女的互动怎么样 然后我在想说 我要怎么介入 会比较好 上午的时候 我们就先跟妈妈 先导览一下说 我们大概把你的房间 整理到什么样的地步 你要不要进来看一下 那妈妈看到她就 很感动 哦真的哦 她本来不给人家碰 但是都已经把 那个界线弄出来之后 她看到整理好 对我们先帮她外围 整理好 她就挤进去就是觉得 哦她感觉很感动 然后 后面就是连 她不想让我们碰的地方 也开放让我们整理 后面筛选又越来越快 丢越来越多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帮她把 这些她不要的东西 处理掉 整理完房间 整个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因为她妈妈很喜欢 做一些布置品的装饰 整理完之后 她妈妈已经到房间 就是感动到 出来拥抱我们 每一位整理师 那一场是真的 让我有点想流泪的 那种 那种feel就对了 我就会觉得 就是那种震撼 心里面的震撼很大 我把before跟after 那个照片就是 后面传给她女儿说 哦这是整理前 整理后的 那你可以给妈妈看 后面她女儿 就是也传给我说 哎 她妈妈 又帮她自己的房间 又布置品 布置了一些 哇 对 然后就传了照片 跟我分享 现场就是 我就觉得自己还 蛮有成就感 可以协助到 哦原本 有一点囤积症的妈妈 然后家里也很凌乱 然后帮她把 这些空间 恢复正常的功能 嗯 对 然后有协助到她 这样子 哇 超感动的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 在囤积的家里面的人 他其实是 有点自我放弃的 既然我都没办法整理好 好 大家都来比赖啊 怎么都是我在收 或者是什么 就会自暴自弃 可是我们的功能 就是把那个家 的秩序感 恢复之后 然后把不需要的 多余的清掉 让她找回原本 对这个家的渴望的时候 其实 你看她连布置的欲望啊 或是 她想要好好生活的这些 都会被激发 就会 让她变得比较正向 对 你知道 家乐 我觉得她很厉害 她每次 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的工具包啊 都会更换一下 然后越来越大包 家乐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工具 像是要用登山的 抱歉 你的工具包到底有多重 啊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你以前还没加入我们的时候 跟现在加入我们的 那个重量又差了多少呢 大概差十公斤吧 天哪里面是有婴儿是不是 好像比婴儿还重吧 对啊 你的包包好惊人 没有啊 因为 那个啊 我们这边的分类带 就是比较厚实 扎实一点 然后以前都是用那种 IKEA蓝带 然后可能数量顶多 带个十个而已 就还有空间 再放个椅子啊 五金 但是我们现在分类带 一共有十六个 对 然后每一个都很重 你不用塞到十个 一般的包包一定包 就已经很重了 对 对 然后就很重 然后你就想 我们还要带节圆带 节圆带大厂的 可能要带一个三个五个 抱歉 现在是一个抱怨大会 然后呢 再来呢 然后还要带 黑色垃圾带 一捆就一公斤了吧 对 好 对啊 重训啊 拍摄 之前请你扛铁链 现在请你扛这个各种带子 然后呢 对啊 然后如果有遇到一些需要拆家具啊 还是要调成 要带五金啊 对 然后组成就要带胶锤啊 然后还要带室内拖 然后可能我们夹链袋 也很扎实嘛 对 对 没错 我们夹链袋 夹链袋你全部 你全部补满 可能也要一公斤 对 要 对 全部补满的话 要一公斤哦 再加自己 要带的水 结果就是 我们就是每一个人的背包都已经换成一台板车 然后这样子自己 没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有携带自己的板车 差不多啊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不喜欢手上踢一堆 然后我就会 喜欢装 一袋 然后坐车也比较方便 就踢一袋就好了 就会 把所有东西塞到一个包包 然后我就从 35公升的后背包 换成现在可以升到60公升的后背包 天哪 对 那我跟你说 他住桃园嘛 那我就说 那个有时候我看 他好像很早就已经到 屋主家父亲 他很习惯都非常早去 对 请问你几点起床 四点半到五点 你一定是福哥他朋友 为什么那么早 然后最近因为有个客人啊 他有一些就是需求 可是当天的那个日期啊 他可能就是要早一点 那我就想说 那这一场我就叫加勒去好 反正七点半开始 上班他应该可以 那如果我排个七点半 你要几点起床 你要看到在哪里吧 台北啊 台北市吗 交通好道吗 有南港啊 南港 那一样四点半 那还行 我想说你要两点半起床 不用啊 拜托七点这样 他送完养奶去都还来得及呢 对啊 他就是一个早起人耶 对啊 这很奇妙耶 好神奇 那你几点睡 十二点之前 最晚十二点 十二点呢 十二点半起床耶 对啊 好夸张啊 但我放假会睡比较晚一点啊 好自律 因为我早上的仪式感 还蛮多的 什么啊 你说来听听啊 一早起来 先搭窗帘 我一早起来 就会先放空一下 然后泡一杯咖啡 就是会坐在床上 然后那边听个音乐 发个呆 喝完咖啡 可能早上会有上厕所 习惯再酝酿一下 然后我一定要上完厕所 我才会 那一天我才会比较安心一点 不然你这样什么 不然怎么办 但如果没上 然后现在要去上班了 七点就要去上班了 就很焦虑啊 哦 对啊 因为我很不喜欢在外面 上厕所 或肚子有什么状况 我就会觉得 超不舒服 对啊 你就有一点点洁癖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 先在家里 想把这些东西 全部乱完 解决完之后 我才会安心的出门 你 那你是处女座吗 我是水平 那为什么你 就是是有一点 有一点洁癖的情况下 你去客人家 却不会有洁癖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到 客户的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或环境啊 那 我觉得把自己顾好就好 你没有必要去干涉别人 怎么生活嘛 因为我们去就是要帮助他了嘛 对 好厉害 对啊 那 我还是会care自己身上 有没有污染到什么 OK 还是会care啦 不是到完全不care 对啊 你知道其实 家乐有一点是没有办法进我们团队的吗 他怕什么 他怕鬼 我不怕国 我怕小强 你怕小强哦 zuki 没有 会吗 你有怕吗 大强我没办法 就是会 会飞的 但是我会想办法把他打死 说到这个 你知道前几天 我打开我家大门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大强 大概八公分在我家大门这样 然后我小孩说 妈妈有人找你 哈哈哈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就有大强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那大强可能会说 诶那个我 然后 他还没 他还没说话就被我打死了 然后我小孩就说 怎么办 他好像还没讲完 哈哈哈 哈哈哈 可能他跋山涉水 只是来我家 想要跟我讨论一下收纳的问题 我竟然一脚给他踩死 没有给他机会的意思 对 没有跟我不吃啊 因为 嘉乐那你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的厂 其实有些是蛮精彩的嘛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 他打开那个橱柜之后 然后呢 橱柜 我跟你分享 应该是锅子吧 因为我记得有一场 我接了一个整理厨房 嗯 然后 那个厨房 我就把他那个 橱柜的锅子拿起来 嗯 有盖子我就打开盖子 然后就好几只小强火的 就一连串那一种 对对对 然后我就立马秒盖 然后就跑去找我一个男同事说 哎 你怕小强吗 嘿 他说 还好啊 我说嗯 那你去 然后我就跑走 我说我给你换位置 对 很好哦 然后我就走了 因为像之前啊 就是有一次我一次直播 然后再整理我公公的厨房 然后我就会拿各种东西给大家看说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对 结果我就把一个 类似像装 一个水壶 就对了 一个水壶 然后打开来之后 对不对 就发现 那里面不是 一小只小墙这样 是 一个社区 然后我就说 哎 这咱们社区 然后就帮他盖好 这个直播 好像是中午 大家整个傻眼 然后我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 很 很欠奏 然后有一次我又整理我们的娘家 然后我就把所有我打到的小墙 放在一个装鹅肉的盘子 哈哈哈 大家都快脱子 哈哈哈 那一边的那个浏览力超高的 超高 然后我就觉得 呃 如果整理是不怕小墙的话 你真的会是 客户家的一个救星 是这样 不过 没关系你会害怕有别人可以帮你挡着 因为像雨晗也会怕米奇 我们也没关系 不过你们以为 你们很害怕我们就不会派你去吗 还是会 还是会 哈哈哈 他现在跟雨晗 或是Eva他们一组嘛 他只要那个遇到看到小翔 他就会默默的飘过去 就说雨晗 这样 然后雨晗 我觉得他们会互相cover跟保护 很棒 对很棒 很棒 欸我其实你在 嘉然你在我们这边除了道府 收纳者你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你记得是什么任务吗 什么任务 就是 演讲陪同员啊 你知道 对 真的你超天使的吗 你觉得你觉得 你可以讲一讲 演讲陪同员要干嘛吗 演讲陪同员就是要拍照啊 嗯 然后记录观察一下 演讲者的情绪还有需求 或者他没有准备好的 你觉得你可以帮他准备什么 嗯 让他帮助他就是演讲顺利 然后心情平稳的 把这场演讲做好这样 你做得很好 只是说我们两个都很不会social 然后我们去那个场 然后就是 好想要在一个边缘的小角落 的确啦 有点色恐 对 欸迦勒你好像跟了两次是不是 对 他一个攻击IKEA 对 说到IKEA 我真的是吓到 我不知道迦勒的背景这么强 就是我去桃园IKEA的时候 我看到你突然在员工的那个地方 然后突然就是有两个人经过 然后他就冲过去拍他们后脑梢 哎呦 习不习摇 他怎么乱打别人 然后结果 他同事就回头过来 然后说哎 你怎么在这里什么的 原来是迦勒在那里工作过8年 我觉得超厉害 可以在IKEA真的是 大家梦寐以求的工作 真的吗 他是苦工哎 就等于是很多事情都要 都要会 对啊 所以才能当整理师 真的 我觉得我们 自从有这个IKEA 是永勤门啊 卖五金的啦 真的在我们的暗产上面 发挥的超级好 我们在这里征求各行各业可以加入我们大内高手 因为你在各行各业累积的经验啊 绝对可以在整理师里面派上用场 像你自己 你觉得你在IKEA的这些经历在整理师上有哪一些地方是很吃香的 可能组装吧 五金还有现场动线安全啊 还有家具的风格啊 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跟摆设成立的这些都会有帮助啦 还有跟客人应对 对 就是比方说他说 这个我最近买的 你说不是哦 这是IKEA绝版品出清哦 哈哈哈哈 真好笑 对啊 然后就会跟客人说这不好用不要买 对啊 真的 哎 佳勒 因为我们最近在开大内高手的 整理师培训课第二班嘛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说 你觉得在这边哪一些福利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呢 就是车马费的补贴啊 然后耗财的补助啊 但是还耗财还要自己扛 对啊 是要自己扛 有时候 其实不一定要自己扛 有时候我们是会把夹链袋啊 袋子挤过去 对对对 只是 呃 少部分的时候是可能是连续很多案子 然后就是 接着用 所以就变成你要带 这样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去观摩一下演讲的一些内容流程那些啊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啦 嗯 然后之后还有机会那个到台南啊台中啊花莲啊金门出差嘛 环岛 金门齁 我觉得我们的整理师他们都很期待可以就四处去玩 他前几天去台中你自己说你怎么安排你的行程 我去台中我就自己订了一间比较舒服的饭店 嗯 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四点 四点多四点就结束了吧 嗯 然后我就会 已经找好说我晚上要吃什么 嗯 然后买 有什么名产可以买 然后那天下班先去名产店 嗯 买了凤梨酥 试吃了凤梨酥 晚餐吃了什么 酸菜鱼 好惬意哦 然后后来就想说 诶我可以搭个公车来台中市 咸后我就 来找我 没有诶 我要办理你 没有诶 又来 然后结果我就想说 诶我很久没在台中逛街 我就去逛了台中大圆法 新逛法 把那一带全部逛 逛过一圈 哇塞 你就一点点时间 你四点下班 你可以在那里逛台中 对啊然后后面想要逛完 逛完街了 然后后面我就再去 走到那台中歌剧院 就走一圈再晃一晃 然后再慢慢坐车 回去办街休息 哇塞 然后我买了两瓶啤酒 观光大师欸 观光大师 其实我就是蛮喜欢佳乐 他会安排好他的生活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 还会有加一些 自己喜欢的元素进去 你就会让这个工作更丰富 说到这个 我觉得佳乐也很棒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可以 我们会想要找到 跟这个客户的共同点 或是共同话题 佳乐是不是之前 有一个是基督徒 就是会跟你很有话题 那你觉得为什么 共同的信仰吧 嗯 对 虽然我不是那种 非常Holy的基督徒 但是 有时候翻到一些圣经 还是听到他们有一些 过于依赖性啊 还是什么 会找一些观点去切入啦 去跟他聊 可以拉近一些彼此的需求 或许我可以协助到 他心灵上的一些什么问题这样 对 神说这个可能要断捨立哦 我不会这样讲 乱说的啦 我乱举例的大麻辣我 虽然我很想 你看我们这样阿里阿渣的 时间已经差不多咯 那我希望佳乐半年后 还在我这咯 那今天谢谢佳乐来参加我们节目 我们招生一下 这是我们的培训课程 之后还会再开一班 主要是针对中南部的学员们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报名 那不过这个报名 我们也是会有筛选挑选 适合的加入我们的行列 如果你有兴趣 欢迎到我们留言区 看一下我们的网址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这课程的直播影片 直播影片结束后呢 再去报名哦 那报名因为名额有限 所以我们会才审核 那审核通过就会通知你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如果你觉得这集 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 欢迎分享出去 也欢迎各个职业的 职业选手们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如果你觉得这集 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 在我的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五星好评 那我们之后见 拜拜